下一段谈的内容叫做质量 这个是现在的质量标准 一个国一合金的原柱体 它定做一公斤 但是我们刚刚跟你讲过 我们希望不要找这种有实体的东西 这样子会容易损坏或怎么样 事实上它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在想办法把单位换掉 换的话金领 换的话在这两个标准就会改掉 要改了再说改了再卡 讲一句话 所以现在这个目前来是大 那玩意儿叫做一公斤 那也一样有换算 国中大部分用的是克或者是千克 就是所谓的功克或者是公斤 那么好克讲到MV千分机的意思 看一看了解一下换算 我们很少会写公司啦 我们都写公克或者是公斤或者写劳课 很少会用到许商公司这样说法 看一下欣赏一下了解 当会换上 应该在过去的数学或什么都学过了 然后我们如何来测量质量 我们使用的是天秤 就是最左边叫做上米天秤 中间叫做本壁天秤 右边就叫做三两天秤 那都是天秤 我们用天秤来测量我们的质量 那么天秤平衡的时候其实是立举相同 那什么是立举 博山上学期才会教 什么叫立举 所以我们就以后再说 但实际上天秤两端会平衡是左右两边的立举一样 立举一样 我们以后再跟各位讲 再跟各位讲 那什么叫做立举 那么重量用什么来测 测质量是用天秤测质量 秤重量呢 上学期学期末的时候教的 什么东西 弯弯胜很好 用什么定律啊 补课定律 跟我补课定律 来量我们的 量我们的 OK 这个理论上是以后再跟各位复习补课定律 好 来 使用天秤的步骤第一步叫做归零 基本上任何的测量仪器的第一步骤都是什么 归零 是吧 归零 从零点开始 从零点开始 看你拿哪定做哪边是 你从零点开始 那天秤的归零是有个校准螺丝 那有人会写旋路 有人会写旋出 有人会写向内或者向外 或者什么 这就是调整 那那作用就是各位敲敲板的状况是一样的 靠近去一点会怎么样 离开一点会怎么样 跟各位玩敲敲板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重点是那个指针 指针朝上或朝下结果不一样 如果指针朝上向右边边 什么意思啊 右边太重 指针朝下向右边边啊 是左边太重 然后就跟这个情况调整你的校准螺丝 但是要向右移向左移旋路旋出什么之类 ok 好 就叫人归零 归零完以后 然后我们就是带车户放左盘 卡马放右盘 我们讲过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多数人是右撇子 这样做比较方便 好 左扁是不方便就歧视他 不带车户放 不带车户放左盘 卡马放右盘 然后我们也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平常用的上以天明明左右放过来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倒乱做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如果他是有骑马的就不可以倒过来做 因为骑马的质量是加在右盘 你倒乱做就错了 就不对了 所以如果是有骑马的一定要一定要 带车户放左盘卡马放右盘 然后测完之后把所有的质量加起来 包括你骑马的质量加起来 就是我要称得的质量 就是这样 然后三凉天明就是涂上的 他本身是没有法马 他就是三天凉 这个十二十三十四十 把它移到三十就等于三十克 移到四就表示四克 移动这个骑马 然后再把这个上面数字加起来 就是我的质量 那么像图上面 左手边这个可能一天明 他有骑马 那么他用骑马来帮我做微调 一般而言一个骑马的刻度是0.1公克 但是考试的时候 那个骑马刻度不一定是0.1公克 你要看题目怎么起 你再决定他代表几公克 反正就是一样 通通加起来就对了 就是我们的天明 来测量质量的步骤 第一步骤是归0.1 然后呢 我们要记得带测物要放左边 方马放右边 重新平衡 把它加起来就对了 使用天明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量化学药品的时候要用车量子 不要让化学药品直接去接触衬 免得造成一些损化 那么有车量子的话 那理论上在归0的时候 是要连车量子一起去归0 这样一起去归0 第一个要使用车量子或车量瓶 然后呢 我们平常的做法是 带测物放在左边 然后右边开始不断的加法马 加到它平衡的时候 就得到了它的质量 可是我老师要求说 请你给我称五公克的氢氧化钠来的时候 我们是倒过来做的 我们是先去放了五公克的法马 然后再开始去加药品 加到跟法马 平衡为止 所以测药品的时候是先放了好我要的质量的法马 再往里面加药品 加到我要的那个秘密 平衡的使用状况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使用的方式 然后呢尽量呢 把重的东西放中间 大家尽量使用在中间 就是不要那边容易摆摆啊 晃晃晃 然后动啊 你只有对 ok 就是说法 这个是比较喜欢问的问题 你不要说拿法马要什么量 拿什么啊 镊子 不要拿你的奶油会花手去量 不要拿奶油 它会容易会损坏 所以你说在拿法马的时候 要用镊子去测量 拿镊子去拿它 ok 每天它会生修啊 什么之类的 ok 最后一个就是考试的一个重点 叫做如果这个天平可以使用的话 在任何地方 它的测量结果都一样 就是一个天平在地表上 地面上称出来是30公克 搬到高山上30公克 搬到海里面30公克 放到月球上还是30公克 如果这个天平是可以被使用的话 它量算是有通通都一样 但是有一个状况是天平是不能用的 就是所谓的失重状态 我这里写无重力啊 也对 而基本上你的生活经验里面 并没有所谓的无重力的状态 你看他太空人在 在椅面上太空人飘来飘去啊 都没有掉下来 好像无重力 它其实是有受重力作用的 但是是处于所谓的失重状态 看起来好像没有受重力的样子 这个时候天平就不能够用 因为我们未来交力举的时候 你就知道 因为他没有力举 就没有力举 所以两边都是0 所以左边放一头大象 右边放一头麻辣椅 它还是会平衡 它还是会平衡 所以要说不能够使用 那不能使用 那就不能用 那就没有什么好讲 它如果可以用 重力如果可以用 它的测量结果就通通都会一样 就是跟各位介绍 我们的质量 然后我们如何测量质量 天平的使用的一些规则 规定 注意事项 OK吗 OK